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中共统战台湾政客的两种手法 同时也要讲一讲韩国瑜 我前些天因为要筹建中国民主派的新平台的事情 和很多大陆的朋友有过很多的交流沟通 那这些朋友当中有不少是民国派 也就是说他们是信仰三民主义的 是希望推翻中共之后恢复中华民国的 他们是民主派当中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那我过去的这一年多 一共就做了差不多有180多期的视频 主要是结合中国的时局世界局势的发展 谈一谈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些战略和战术问题 战略战术这方面的我的观点 很多国内的民主派朋友是相当肯定的 希望我继续做下去 我对大陆时局的一些看法 跟大家的意见也差不多 比较一致 但是当我谈到台湾的局势 尤其是谈到韩国瑜的时候 民国派的朋友就不赞同了 所以这次他们有不少人跟我提出来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对国民党 台湾国民党还抱有某种程度的期待 对韩国瑜呢 还有相当程度的好感 那国民党现在党内初选的两个候选人 韩国瑜和郭台铭 对郭台铭大陆的朋友都比较熟悉 因为他是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 大家对他印象都非常深刻 不过不是好印象 因为前些年富士康有16个年轻的工人连续跳楼 16年跳震惊了很多很多中国人 也把郭台铭定格了 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定格了 那就是血汗工厂的大老板 冷血无情的大奸商 韩国瑜就不一样了 大陆的很多民主派的朋友 尤其是那些民间的那些有志之士 他们认为韩国瑜他是出生于草根阶层的 长期遭到台湾权贵的打压 去年他屌丝逆袭 成了台湾政坛的重要人物 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草莽英雄 所以说对他非常有好感 我在过去的视频当中 基本上对韩国瑜是否定态度的 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对这个很不理解 那么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 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对韩国瑜有好感 今后还会再早时间来谈一谈 我们为什么应当降低对国民党的期待 我就先从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和渗透谈起 过去这几年我接触了一些从国内 体制内来的一些国内人士 也可以把他们称之为体制内的反习人士 反习近平人士 有一些甚至可以称之为体制内的反共人士 因为我过去六七年之前就开始推动 《同城小圈子》这个行动 也出版过《辩局册》这本书 还有去年参与推动了全民共振的活动 很多体制内的人士对我是比较了解的 知道我是真正的反共的民主的人士 从过去这几十年的经历和行动 大家很容易看清楚我的立场 这样就带来一些好处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真正的同道 或者是潜在的盟友 他们都会放心的来跟我进行接触和交流 包括一些体制内的人士 当然了他们知道我的立场 我呢都不能够完全相信他们的立场 所以说呢不会向他们 我不会向他们透露任何这个体制外的 这些反抗人士的信息 倒是他们告诉了我不少体制内的事情 其中有一部分呢 就是他们对台湾统战工作的一些方法 大家千万不要有呀 这个统战就是搞搞公关啦 拉一拉关系啊 拉联络感情啊 统战可没有这么温馨啊 没这么和谐 统战呢是一场战争 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一场政治战争 毛泽东说过啊 统战是中共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 因为统战就是策反对方的人员 渗透对方的机构 最后呢彻底的掌握对方 统战首先呢 是要从策反对方的人员开始的 那么怎么样策反呢 就拿对台湾的这个统战来说 中共呢是布下了很多张大网 要把台湾呢 各界的有影响力的人士 或者是有潜力的人士 中共它总是要想方设法的 把他们网住 这方面的信息啊 太多了 我就不能够全面来讲了 我只讲其中的 有两张网 这两张网啊 是专门为台湾政界的和军界的人士布置的 台湾军政两界的人士啊 只要在大陆待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或者是经常出入大陆 那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都会被这两张网啊 给网住 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之所以会经常出入大陆 或者是长期停留在大陆 那就是因为啊 已经被统战的这张大网给网住了 那第一张网呢 就是中共太子党的顶级会所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中国有个很著名的会所 叫做天上人间 那个里面啊 金碧辉煌 美酒佳肴很多 美女如云 可以说是啊 这个现代的这个酒池入宁呢 那里面的会员呢 非富即贵 我告诉大家 天上人间这一类的会所啊 在中国只算是第三流的会所 他们只是啊 这个土豪和中下层的贪官污吏的啊 他们这个硝经窟 他们的温柔乡 第一流的会所啊 是由北京的太子党打造的私人会所 甚至是大多数中国人 都不知道这些会所的存在 因为这些会所 他们从来不接待圈子外的人 他们甚至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 但是里面呢 是极度的奢华 建筑是第一流的啊 家具摆设是第一流的 那里面的这个艺术品啊 古董成业啊 都是第一流的 美酒佳肴第一流的啊 往来的宾客 那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那些人啊 太子党大家族的成员 当然了 他们也是啊 这个中国大陆最富有的人 而服饰他们的啊 取悦他们的啊 取悦他们的那都是中国最有名的艺术家啊 影视明星 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最有名的娱乐明星 我不点名字了 太子党啊都可以把他们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用他们来满足自己的这个物质欲望 肉体的欲望 当然在同时呢 他们也很讲究格调 那还要有精神上的这个享受 所以说呢 他们是区别于啊 这个普通的土豪和贪官污吏的啊 他们要显示自己红二代贵族的身份 大家在台湾是找不到类似的会所的啊 任何正常的民主社会啊 你都找不到类似的会所 所以说啊 台湾的政客一到了这样的地方 马上就会啊 晕头转向啊 头晕目悬 心理上啊 承受不了这么强烈的冲击 过去的这个人生观啊 世界观啊 价值观 很快就会被颠覆 在台湾呢 政客他是要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监督的 要不断的啊 这个面临竞选的压力 哪有人有过这样的享受 到北京的这个会所里面呢 他们马上就会有一种啊 置身于这种天堂的感觉 很自然的 他们就和那些太子党一样啊 就彻底的放松了自己啊 完全的这个全身心的投入 享受但是只要这么一次享受 这些政客啊就会被中共的这个统战的大王给网住了 大家要知道啊 中共太子党啊 无论他们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 或者是做其他行业的 那都是他们的兼职工作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职业 那就是搞情报搞统战 他们是情报系统的真正的大老板 什么统战部啊 国安部啊 或者是军事情报部门啊 那都是他们底下的这个具体的办事机构 过去啊 这个欧洲在列强争霸的那个时代啊 也有这么一个传统 就是贵族阶层的人啊 通常他们都是高级间谍 情报部门的头目 因为他们的这个社会地位高啊 又有财富啊 所以说呢 他们交往的那些人 都是别的国家的最重要的那些人物啊 所以他们获取情报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渗透别国家的这个能力啊 绝对不是普通的间谍可以取代的 那中共的太子党呢 也学了这一套 而且呢 过去 跟这个 他们的这个欧洲过去的那些贵族相比 他们更愿意投入资源 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 他们的资源是无限的 尤其是在对台湾统战和渗透这方面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即使是普通的台湾的政客 甚至是已经下台的落魄的那些台湾政客 只要还有一点点潜力啊 中共啊 就会这个去统战他们 去撤反他们 对他们做长期的投资 说不定哪一天呢 就会把他们派上用场 大家知道啊 韩国瑜 他从2001年到2009年期间呢 是多次来往大陆的 那么像他这种啊 九色财气 样样俱全的这种政客 他能逃得过中共的这个统战吗 大家自己判断 虽然中共这种高级别的统战和情报活动啊 这个保密的工作 那是做得相当到位的 但是啊 人只要在社会上活动 他总是会留下一些线索 线索多了 他们就会互相印证 大家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力来了 那2015年11月份的时候 韩国瑜在台湾接待过一个名叫 高燕生的大陆来客啊 高姓的高 燕子的燕 生命的生 那这个人呢 那不是一般的大陆观光客啊 他是中国 中共的这个开国元勋 开国元勋 高刚的儿子 高刚是什么人呢 他和刘志丹 习仲勋 他们三个人呢 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 他们是亲密战友 后来刘志丹 这个高刚 都被毛泽东给害死了 高刚自杀了 那习仲勋呢 被关了16年 直到邓小平上台以后啊 才把他放出来 重新又当了官 那那个时候呢 习仲勋的儿子 习近平和高刚的儿子 高燕生 他们也都恢复了 红二代的身份 习近平进了政界 高燕生呢 他很为人啊 非常低调 他就进入了情报界 大家在网上 几乎是找不到 关于他的这个任何信息的 只知道他是一个 非常神秘的组织的执行长 这个组织啊 叫做中国生命科学学会 你在网上也找不到他的信息 其实呢 他是一个高级的情报机构和智库 是一个直接给最高层的这个决策啊 提供情报支持的这么一个机构 习近平上台以后啊 启用了很多陕西的这个红二代啊 高燕生呢 就是习近平最信任的这个太子党 红二代是习近平最倚重的耳目 在中国情报界呢 具有非常高的非常独特的地位 他那次到台湾访问呢 见了好些位台湾的政界的人士啊 在见其他人的时候啊 场合都比较正式啊 大家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关系是比较生疏的 正经危坐 但是啊 他和韩国瑜在一起的那个画面呢 就不同了 这两个人呢 同桌喝酒 把酒言欢 而且一起唱卡拉OK 这就说明呢 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 是老朋友 高燕生到台湾就去过这么一次 所以说他们不可能是在台湾认识的 而是啊 台湾啊 这个韩国瑜在大陆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了这位啊 这个统战部门的投掷 一个人进了太子党这张啊 统战网和情报网啊 那是绝对啊 逃不出来的 当然了 也不是每一个台湾人都有资格 被拉进这张网 那些地位不高的啊 实力不强的人 他还要经过一个啊 比较低级别的这个统战网的筛选 显示出能力和潜力之后 才会受到太子党的这个统战网的招待 这个级别比较低的这个统战网啊 就叫就是学术机构啊 包括研究所和大学 中共知道这个台湾人的文化素养比较高 而且比较喜欢遵从学术那有些人也喜欢富庸风呀 所以说呢 笼络他们的一个套路就是把他们拉进大陆的那些啊 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所 北大清华当然是首选 那这些学校啊 他有个有一些专门的课程或者是这个研究项目啊 都是为统战而设立的 北大呢就有个政府管理学院 其中呢有个博士班 在这个班里面呢都是海峡两岸的这个政界和文化界的人物 台湾呢有好几个政客都参加过这个博士班 韩国瑜啊就是其中的一个 班里面呢还有一些大陆人啊 有一些呢其中有不少是情报界的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包括那个前两天刚刚被判刑的 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 孟宏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就是安全部的高级官员搞情报的 那这种博士班呢他有几个特点啊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的学生都不用交学费的 台湾人你只要承认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 就可以入学了 不仅不用交学费还有大量的补助 还有啊经常的这个免费到大陆各地去旅行的这种招待 接受各种团体的招待 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是不需要去上课的 他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会所是一个杀龙性质的 他就是要让这些同学之间呢要形成一个稳定的 多个稳定的社交圈子 一个班可以形成好多个圈子 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加深了解建立友谊 最后呢就用来进行统战 第三呢是这种博士班 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你想什么时候毕业就什么时候毕业 韩国瑜入学的时候是2001年 毕业的时候呢2009年 熟悉大陆的这个高等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啊 普通的博士班呢就是两年就毕业了 那是绝对不可能任何人都不可能拖八年才毕业的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博士班 这是专门为统战而设立的博士班 学员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 被统战的就越彻底 刚才说了啊这种假博士班呢 是比较低级的统战网 被网住了之后呢那些潜力不大的啊 就会啊送他们到该去的地方去啊 执行任务 那些比较厉害的角色 才会啊接受更高规格的统战 进入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网络 那就是要和太子党建立个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啊也要让这些台湾政客 他把更多的把柄留在大陆 好让中共更加彻底的控制他们 中共控制了这些人之后啊 是一般是不会用他们呢 来直接做一些比较低级的情报工作的啊 比如说啊到处打探一下消息呀 盗窃一些文件呢 他们是不干这个的 他们是中共的战略资产 他们的作用啊就是要得到最高层的机密 甚至是掌握最高层的权力 中共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长远眼光啊 长远的布局 他们的那种这个邪恶的这种程度啊 一般生长在台湾的这种正常社会的人呢 是很难理解的 我有个台湾的朋友啊 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学者 也是个心理战的专家啊 学问和见解都非常的高超 但是呢 说到韩国瑜的这个问题啊 他就表示不能理解 他说中共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眼光 17年以前呢 就开始培养一个这么落魄的台湾政客 17年以后啊才让他发挥作用 其实对中共来讲啊 17年真的是不算长 从娃娃抓起的例子都有 40年以前呢 他们就开始培养这个啊 20出头的林郑月娥 那个时候林郑月娥就在清华大学 成为他们培养对象了 那很多香港的公务员那么多啊 这个中共就选他当特首 那就是因为对他完全放心 为什么可以完全放心呢 因为40年以前就已经把他给统战了 他完全跳不出中共的这个首掌心 中共在情报和统战这方面的布局和这个耐心呢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权 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和他相比 可以说他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这个魔鬼境界 韩国瑜去年参选这个高雄市长的时候啊 稍微大意了一点 编了一套谎话 说他自己啊从2002年到12年这十年呢 在台湾的山上修行 他说他一个人啊住在山上 没人理他啊 把自己说的好像是啊 那种这个古代的高卧山中的影视一样的 后来被人揭发出来 那个那段时间呢 他在大陆读博士班 后来他又狡辩说啊 自己是经常不上课 最后连异业证都没拿到 台湾人有时候啊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太过于温良恭俭了 就这么轻轻松松轻轻易的就放过他了 让他蒙混过关了 不了了之了 那现在呢 他居然还要问鼎台湾的这个总统大位 我真是为台湾人呢 为台湾的这个安全很担心 所以我建议台湾的朋友啊 问一问他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呢 韩国瑜你作为这个三民主义的信徒 两位蒋先生的追随者 为什么会跑到中共的这个北大去读书 为什么不在台大 为什么不到其他民主学校 民主国家的学校去读书 第二个呢 是你申请入学的时候 是不是承认了一国两制啊 交了学费没有啊 如果交了 有没有收据啊 如果没交学费 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交学费 不用交学费 不交学费的条件是什么 第三呢 是在北大读书期间 有没有收过中共的资助 生活费是怎么解决的 有没有到大陆各地去旅行 第四呢 就是2012年到09年啊 一共你去过大陆多少次 在大陆住了多长时间 还有呢 就是认不认识孟宏伟 是不是在大陆就认识了高燕生 知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和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 上面给大家讲的这些中共统战的和情报网的这一部分情况 都是来自于中共体制内的一些信息啊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韩国瑜过去这些年的经历 以及他的一些言行 然后大家再自行判断 自己判断了 看他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那还有下面有几个现象也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啊 这个韩国瑜去年竞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啊 台湾的这个政论媒体页面呢 都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简体制的评论 帮他造势啊 占据了台湾社交媒体的 据说是20%以上的这个版面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因为大陆人呢 必须要翻墙啊 才能翻过那个防火墙 才能够到台湾的社交媒体 翻墙的大陆人呢 只有两种 一种是民主派 一种是五毛水军 大多数大陆民主派呢 是不喜欢亲共的国民党候选人的 只有民国派 他们是支持国民党的 但是呢 民国派不可能达到那么大的规模 所以说啊 绝大多数的这个简体制的评论 只可能是来自于中共派出的这个五毛水军 大家想一想 中共为什么这么卖力的支持韩国瑜 中共卖力支持的人 我们是不是应当信任 那韩国瑜这个当选高雄市长之后 访问了中国大陆啊 中国的这个国营企业 跟他签订了将近两亿美金的购买备忘录啊 要买他的这个高雄的农产品 高雄农产品的价格啊 和同类的中国农产品啊 这个相比啊 是高了不少 而过去这段时间呢 中共的这个进口啊 是大幅度下滑的 所以说呢 这本来就是违反市场规律的一件事情 这很明显的 是一个政治买卖 是中共啊 在帮他造势 在帮他这个 为他参选总统造势 还有呢 就是中共这些年 他没有少打压台湾啊 但是韩国瑜从来没有对中共说过半个不止 没有批评过中共 更有意思的是啊 前几天啊 记者就问这个韩国瑜 香港对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看法 他回答啊 居然是不知道 对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 台湾啊 也有很多人走上街头啊 去支持反送中 韩国瑜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只不过是啊 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已 因为如果他说啊 他不支持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那么自然的就背离了台湾的这个主流民意 那对他的选情当然不会这个有好处 但是如果他说他支持香港的反送中呢 他又怕对中共造成损害 更怕这个中共啊 把他当成叛徒 那被当成叛徒那是很惨的 你过去被人捏住的那些把柄 甚至是一些丑事 有可能啊 就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网络上面 要是出现了那种情况 不仅你别想选总统了 能不能继续当高雄市长都很难说 甚至是会不会坐牢都很难说 那我讲了这么多的这个事实啊 也做了不少的这个推理 但是呢我不能做结论 大家自己去得出结论 台湾的朋友大家问一问自己 你们敢不敢让这么一个人成为台湾的三军总司令 敢不敢把台湾的生死大权交在这么一个人的手上 那大陆的民国派的朋友呢 也请大家在了解所有的情况之后 再自己判断一下是不是应当对韩国瑜继续寄予厚望 大家觉得他是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呢 还是会让马列主义习近平思想统一台湾 哪一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 昨天有一些朋友留言说啊 他们被莫名其妙的那自动取消了这个订阅 我在后台查了一下啊 上个月的这个新订户啊 是将近一万 但是呢 居然有三千多个订户退订 这明显的这个很不正常 而且呢 这个前台显示的这个点击量 也跟后台的真实的点击量啊 不一样只有一半 这些呢我都管不了他了啊 这共产党他们要搞鬼真是挡不住 我只是希望啊能够保住这个视频 能够跟所有的啊 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这个朋友啊 沟通交流 所以说请各位老朋友 大家检查一下是不是被退订了 还没有这个订阅我这个频道的新朋友 请大家订阅一下 也希望在大家在这个频道下面呢 多留言提出一些 大家都来提出一些问题 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最后还要说一支海报 6月23号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要有一次啊 反亲共媒体的大游行 这些亲共媒体啊 上个月刚刚在北京接收过训话 在去年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啊 他们也是啊竭尽全力 为韩国瑜造势造神 亲共媒体是中共在台湾的第五纵队 不把他们打垮 台湾不会安全 所以这次活动呢 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馆长他发起的 他可能本人也会去 应当都会去啊 所以说希望所有的台湾 在台湾的朋友 大家都一起去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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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